环球金融杂志2024全球主要国家央行总裁的评比结果出炉了 但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 今年没能够继续拿A是降为B家 环球金融杂志就提到在今年3月 台湾央行升习半马震惊市场 金融圈认为4月国内的电价调涨已经成为了货币政策变数 这也让杨金龙在通膨这块失了分 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年3月当全球主要央行都在谈降息 却喊出为了抑制国内通膨预期心理决定升习半马 这一次也让他在环球金融杂志公布的 2024全球主要国家央行总裁评比跌了一跤 从去年的A肯定降为B家进一步观察亚洲央行 除了杨金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 日本央行总裁直田河南 以及韩国的央行总裁也同列B家 环球金融杂志就提到今年台湾三月央行升息半马震惊市场 金龙全分析评比主要看通膨跟经济 央行三月升息就是因为电价四月电价调涨后成为货币政策变数 杨金龙是非战之最却在通膨这块时分 其实杨金龙生涯已经拿过四次的A级平B 这次吴源成为5A总裁也掀起各界讨论 这杨宗燕黄胜泉台北报道 这杨宗燕黄金融杂志就提到 这杨宗燕黄金融杂志就提到